我想要先送大家聖誕卡 先來給大家一個聖誕卡 這個剛剛正在發展 為了表演時 拍了很多套戀 我特別喜歡這套戀 原因是這隻小熊 我想是George 但後來發覺George剛回到頭獎 但也不要緊 George也很開心 我是一個攝影師 主要的服務就是人像有關 商業、時尚攝影、產品 有些活動的攝影及製作 左上也介紹過一宗給我做Poly的攝影 幫我拍影片 主要的業務都是Wailing 現時我是WTBI的會員 Wailing Portrait and Product to be International 以及亞洲分析協會的會員 過去幾年都有幾個獎項 包括現在看到這一張 就是WTBI的一個項目 另一個就是 《Photo Gender Sum》的一個項目 另外兩項項目 同一項項目 另外一項目 就是Wailing的會員 會員的獎項目 Portrait 主要是有人 可以演Portrait 當然拍得漂亮 例如這些 這是瑜伽教練 是一個人 來的 還有Portrait 也要有限速的技術 環境也要有很昏暗的燈光 或者陽光的時候 也要有不同的攝影手法 當然 還有一些Executive Short 還有一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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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女士 真的想拍一些 趁青春樂線影 拍一些 性感的 或是更漂亮的照片 還有一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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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很多工作 Printjob 還有一項目 還有一項目 Danny也找我做 他專門做了 做了一項目 他專門做了一項目 還有Alex也曾經跟我們談過 如果有些客人 想做一項目 就發現沒有照片 沒有照片 也有空 你就需要找一個小小 才可以拍 這些是找我 還有一些時尚的攝影 例如一些時裝品牌 你每天都會拍一些錄錄 或者做Catalog 那些都是我的工作範圍 牛耳也會做一些多大的攝影 不過不多 有時候也會做一些 類型的攝影 例如Magazine 雖然是你賠 OK 不然現在都少做 因為Magazine 香港不知 大家也知道 所以出版界 只是不著很少 玩一下就自我形象 好一點 為什麼 其實就不是賺到錢 另外就是Magazine 裡面的所有內容 我說我拍產品 你也看到很多產品 很多產品 都是正常人不拍賣的 所以你知道 出版Magazine 可能兩個星期出版 每個星期出版 每個星期出版 一人就差不多拍完 算會輸 一天兩天就拍完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 另外一些我講過 有些時尚的時尚品牌 有時會推出一些 例如 這是一個新加坡牌子 在香港拍一次 我會拍一些照片 我講到Event的製作 例如你見到 這個 這個 圈山 圈山 即是 供應人物的老闆 是我的得獎 這個Event 就是我們公司負責製作 我們有三個設定 第一名設定 五發獎 那 街頭報告信 有沒有看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新品牌的職業 它是一個私營 它說 你可以一直上網 在手上 都可以繼續打機 有馬路的東西 這一個就是 George介紹的 就是 Torley的Event 牛友會會 適合 就是Sea All Star 我做了一些 外面的攝影 例如 一些公司 我曾經 有一個客人 是網站 去介紹香港的周圍 在美國的公司 它負責 擺放在不同地區的 所有的酒店的資料 就是照片 我負責幫它拍了 二十多個香港的酒店 這裏是Oyster.com 那裏有二十多間酒店 在香港也是我拍的 但今年就不是我拍的 另外一些我們叫Print Job Print Job就是 那裏是 擺放在Catalog 也好 Print Job也好 這裏是一個 發明的雜誌 來的 純粹給你看看 例如這裏 拍賣行 這裏是Catalog 它還拍賣 這裏是Catalog 這裏是很多地戰 這裏是說地戰 我拍了這個地戰 整本書 我拍了 他覺得這裏是很多工藝品 那裏有很多東西都可以做 例如說家師 可能是家師這些都可以做 不過這裏是不太多 比較少這類的東西 但如果有的話也可以做 例如說一下這裏是Catalog 即是做Ultopassion 出口的每年都會貴 可能是新Catalog 你會拍吧 例如這間吞沙公司 這裏是Cat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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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有很多照片 我會拍吧 這裏是一個日本設計師 在香港 他是一個前日本小姐 他有一本新Catalog 這裏是我拍的 這裏是日本Catalog 這裏是日本Catalog 可能會貴 有新衣服 有新的Tribution 有新的書 這裏是時裝的品牌 這裏是分散 其實有很多分散 有很多分散的客人 這裏是製作品 製作品 製作品 當然有些都是雜誌的攝影 例如這裏是一個現身的雜誌 另外這裏是廣告 是分散 這裏是大日子之類的網 分散的廣告 首先裏有DJ想推出一些 推廣的形象 就是設定 不過這裏不是我做的 是負責攝影 這裏是找Danny 這裏是雜誌的攝影 主要是主要是主要的商店 去訪問某個商店 某個商店 某個商店 這個就是大陸 我們跟著他幫我拍照 這裏是主要的工作 就是新加坡的品牌 我有做產品的視頻 例如試餐廳的餐牌 可以拍攝很漂亮的Touch Shop 又或者某個商店 有很多產品 可以拍攝 另外我會做一些 家庭有關的事 或者是 maternity有關的事 就是人會 你見過有多少 是關於這個類型的 這裏是說 除了拍攝之後 我們會去收拾 雖然現在 我發覺要賠錢 不准收拾 當然是 略為吞吞去 給客人的感覺 那我良好 不然他不需要給你多錢 就拍攝 我自己說是手機拍攝 主要的業務 就是婚禮 因為婚禮比較好 攝采大一點 競爭雖然都是多 不過比較容易會推出客人 只要你的風格適合 你都可以找你 那有些不同的照片 Garryway以前沒有看過 我拍攝製作品 當然 為何我會拍攝製作品 其實每個婚禮都要拍戒指 其實很順手 也要拍鞋和衣服 也要拍 所以有時間的時候 擺靚一點拍靚一點 只要沒有時間的話 當然是隨便 就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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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一扔十幾次 還拍了三個款 因為其實 這些都是婚禮有關的照片 這些都是婚禮有關的 snapshot 因為有些人覺得 結婚之上很簡單 為何要找人拍照 這些snapshot就不一樣了 十分鐘就不一樣了 OK 基本上是這樣 如果要訪問 就是如果大家有結婚人事 以及內容 都想做多些海外的婚禮 如果有的話可以介紹給我 我這邊之前是廣告的 我這邊之前是廣告